今年的旅美投手陳偉英 大半時間在復健養傷 五月初受傷之後 一等就是四個月的時間 漫長枯燥乏味的日常課表當中 家人朋友 甚至國內外球迷 都扮演了重要力量 尤其網路無時差 無國際打氣 讓陳偉英的內心更加溫暖 不管是在回臺的記者會 或者是回臺的接機的 那跟在自己的粉絲團上面 可以跟球迷有更多的互動 我覺得都是新的嘗試 但也是讓我覺得就是 這些球迷們讓我覺得就是很感動 因為不會再因為我 就是因為傷勢的困擾 或者是因為什麼狀況 而去有一些起伏 那當然就是希望可以 接下來每一年都可以達到 球迷們的一些期許 從十一住行的生活點滴 到附近進度的分享 透過社群媒體 球迷也更瞭解陳偉英 他也沒有忘記 每年回臺的例行回饋 包括和粉絲互動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棒球的訓練營 今年前進新竹 指導大川飛甲族的球員 而且助教團也很有看頭喔 我這一次就是有特別去問了 以前日本的隊友 那主要都是跟極限聯絡 那我就問他說 如果今年我想要找你來 就是來這邊玩 然後可以去順便教導一些小朋友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然後說可以啊 看看台灣這邊的球迷啊 跟球員的一些想法 他也很希望去跟這些球員做一些分享 當然就是還有陣仁和 因為他也是今年第一次上大聯盟嘛 那他也是以往就是我的 就是助教裡面的 就是教練團的重要的議員 不論是球場霸氣一面 還是響應公益活動的熱心模樣 陳偉英這幾年的身體力行 都撒下許多棒球種子 更希望球迷一起獻出愛心 關心公益活動 我來聽說 無趣口黃化軍採訪報導 在這裡